Lio聊世紀 天天利的魯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霸展體能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河流昏水嶺 帝國戰爭模式 開局就是28村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是 開局就是送一個運輸船 別的手遊有東西 開局就送魔關羽 這邊是開局就送運輸船 蠻特別的 好 那這運輸船一開始可以去探路一下 Mu-shin 蝦 地形 先來介紹一下DOT紅色 確實的文明是霸展體 霸展體擁有的特色是他的槍兵載矛駱駝 都有25%折扣 而且他的後期打法也是相當全面 你要打火槍 或者是打火炮 都有 而且有大衝車 後期也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弓也沒有品種 會稍微弱了一點 後期比較會常看到 用一大堆駱駝 或是槍兵載矛 或是搭配強弩馬攻 之類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霸展體能 那我們就下來看一下右邊藍色玩家MBR 選擇的是西班牙 那西班牙人特色呢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後期可以打遊俠 那他戰毛兵跟槍兵也是全滿的 但是他的弓兵稍微弱了一點 攻堅實在按太多弓兵 可能會到城堡時代 會有這個節奏上的問題 那西班牙人比較有特色的 還是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一開始這個傷害就極高 三隻西貞就可以秒殺一隻村民 傷害極高 那西班牙人呢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前期打西貞 後期打遊俠的路線 那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風劍實在會怎麼打 有這一村可能要被拿下 這個槍兵可能守不住 這一村要直接硬吃 OK 首殺是由MBL拿下的 那MBL點下一級農一級伐木 打一個經濟龍路線 道德這裡沒有點下一級農田 反而是先撒下農 不點農田科技就撒農田 那這也不是說不行 可是當然是有點一級農比較好 那沒有點的話 優勢就是可以省下一些肉 可以轉肉馬 或者是要轉戰毛兵 槍兵都可以 而且生時代也會比較快一點 目前目測看起來 道德是想要速升帝王 速升城堡時代才對 那待會四級要趕快補下 這裡有沒有四級呢 這裡有四級 右邊的槍矛還在這邊搓牆 但是沒事 這裡四級沒有補 所以沒有辦法速升 輪走一好就升上去 反而是C8人先點下了城堡時代 現在是買賣流的時代了 有買賣的話升城堡時代 或地龍時代真的會很快 OK現在MBL補下了品種 還有一級挖石 看來還是想要走西班的征服者路線 8人挖石 要走西征 那待會沒意外的話 待會城堡會直接蓋這個高地了 先手渡祖金會比較重要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兩邊前期都是把自己的側面給圍起來 那這邊有肉碼流進來 暫時解不掉 但是道德也不是那麼心急的人 暫時沒有打算要領這一坨 四頭 哎唷 戳到了 哎呀 最後還是戳到了一下 道德一升到城堡塞 點下了二級伐木一級射 三TC 直接開了下去 哎唷 哪時候運輸船運過來的 哈哈 偷偷運了一些村民過去開TC啊 哎 但是MBL也是哦 現在看來這張地圖的主流打法 是偷運村民到對岸 然後開吃野味 但是道德知道你要吃野味 直接把你的野味全部射掉 六隻野味就沒了 哇 這樣MBL大會可能會出現斷落的情況哦 這些村民就只能伐木了 OK 3TC 果然開始出現斷落的情況 尷尬了 好 希望政府者還要按 農田的話至少要來到25片田左右 會比較穩定 先讓雷子騎士 先把槍兵解決掉 好 再來騎士可以開始無雙 看哪一隻戰矛 就看哪一隻戰矛 好 左邊吸人來到了三隻 三隻就可以秒殺一隻村民 所以三隻就出門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規律跟一個決策 你一隻犧牲出去 要秒殺一隻村民其實有點困難 結果這個怎麼直接走到了人家TC底下 然後被射死了兩隻犧牲 這個有點尷尬了 MBL 這一波送兵送得有點微妙 神寶選擇了蓋在中間高地 而不是這個高地 這也有點不太好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蓋這個高地 直接控他的這個黃金 順便在高地防守 不過進攻都不錯 好 那現在MBL 雙TC開農 而不是3TC 現在DOT還在慢慢升級上去當中 好 現在是五隻犧牲 現在犧牲要來突破這個木牆 後面的青星偷石車 應該是要來突破這個城鎮中心 現在MBL 時代上是城堡時代 資源上只有一點點 並沒有打一個雙TC速掉 城堡而是蓋兩棟 好 但是現在DOT已經有所準備 戰毛兵已經拿出來了 但是戰毛兵擋不住這台偷石車 這一步入侵壓力會非常大 好 戰鬥特也是趕快提前補下了工程青之道手 但不知道能不能穩定蓋起來 OK 現在 奇增數量 這六隻射得很開心 投石車有點麻煩 但是解不掉 哇 這個預判 跟BELL 投石車預判得非常漂亮 好 第二車來了 奇增六隻都是殘血的 哇 這個數量保存得很好 OK 要不要他一直存過來修理呢 好像有這個想法 投石車要小心 往後拉 殘血走掉 往回打一下 沒有預判成功 兩台投石車都要殘血被換掉 哇 最後DOT只損失了 大約六七隻的戰毛兵 就換掉了兩台投石車 先守住了這一波的西增燒了 DOT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上面修道院出來的生女也是稍微遭翔 但這邊生女一遭翔漏頭 應該就會讓MBL注意到 上方的氣勢有開 修道院的 跟這個TC 好 OK DOT在TC的旁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這樣就可以守住自己的祖金跟附金了 喔 這個投石車 有點準 殘血的西增拉回來 讓生女補一下血量 欸 這個 生女怎麼拿著聖物發呃 好 DOT 由於地王是在很便宜的關係 找到找就點下地王了 89吋對84吋 3TC對2TC 現在變成4TC了是不是 哇靠 我以為他是 喔 他是3TC就去弄 OK 那現在MBL這輛量稍微少輸一些 那這一波西增又衝的進來 投石車繼續打 用戰毛兵打投石車 正式打到頭破血流 好投石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戰毛傷害 讓西增有一個安全的輸出空間 OK 投石車扛完換西增扛 西增直接衝出去 這後方 DOT 有點大動作咯 戰毛配投車開始往後衝 造想到了一隻騎士 好 這一坨衝進來 家裡有點扛不太住 好 先血命過來 攻擊的是戰毛而不是打生女 在TZ有點被壓制住 上方雖然守住了 雖然換下方有點危險 我們補了一個 兩個馬舟 套和一個燒轉駱駝 去防守 對方清起兵跟西增 好 屬於拿過來 修理好了這兩台投石車 然後這一坨投石車的傷害 打在領上 第二發 換掉 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 兩隻生女已經倒地 剩下兩台投石車 也要被抓掉 暗變龍這一坨清起兵 打得算是漂亮的 OK 現在前後兩邊的單位 都被對方給解掉 現在看起來有點誤開 現在後期 DOT也可以選擇強奴路線 去打西增 或者是可以走個駱駝 可以上垃圾兵路線 全部都是25%折扣 或是轉半庭聖騎兵 都是可以考慮 但是半庭聖騎兵 最怕的就是這種遠程單位 就是火槍啊 犧牲馬功 或是強奴 半庭聖騎兵 都是不太好對應的 好 這裡有少量清起兵 抓到上方 村民 而且村民只能被追著跑 有點慘烈 但上方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幫忙啊 本來是要轉些駱駝 及時去幫忙才行 好 後方的西方的征服者 還有12隻 12隻可能是要繼續往上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這個城堡有點難蓋喔 NBLO帝王時代也點了下去 直到帝王時代的DOT 是選擇了駱駝三隻 然後轉出化學 三級色也點好了 好 現在看不太出來 DOT的想法是什麼 三級色化學 應該是要來強化一下 戰毛病的傷害 打這個DOT的 打NBL的吸增 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這裡又補下了馬凱 駱駝路線 還是想要用一下 好 這個運輸船 要是被拿下 待會運船就有點困難囉 好 完蛋 哇 來不及 找個殘寶 還是被壓制住 先騎兵趕快來追一下 這一坨的戰毛 好 現在駱駝數量不夠多 洞裝駱駝也還沒提升 好 剛剛講完就點了 再來馬就補到7個 上方這一坨戰毛 努力擋犧牲 但吸增傷害實在太高 直接把戰毛病給秒了 剩下一隻 全部搞定 駱駝加戰毛 終於閃閃來遲 但中中駱駝升級好1分10秒鐘 但道特有點等不起 直接上去 被換掉兩隻駱駝 第三隻駱駝也倒下 第四隻倒下 第五隻倒了 第六隻也沒了 第七隻也要倒光了 這一波直接硬蓋 終於把車寶給蓋好 哇 這一波讓道特的經濟 直接被弄到一點慘 但正面的部分 卻收復了中間的城堡 當中城堡成立工程成功 三台巨猴 打下了 那邊有囉 問題又回到自己身上 哇 為了搞這一坨 結果下面被道特反推 而且現在變成道特兩邊是雙贏的局面 下面打贏上面也蓋好城堡 那待會這根城堡壓力就會很大 巨頭可以從上面 也可以從下面進發 有兩個進攻路線站 那NBL後面是直接圍了大師槍 但後面沒有圍死 後面補了一個霸權科技 霸權跟三級射也依序補下了 西班牙走馬功 這特別了 西班牙走馬功路線 欸 很不一樣啊 那其實西班牙人打馬功路線 打這個駱駝 駱駝 是還算不錯用的 因為馬功射擊速度快 駱駝也怕射 那西班牙沒有槍武走馬功路線的話 缺點是只有 暗線戰術沒有關係 防護率會稍微差了一點 跟對槍並傷害沒那麼高而已 但西班牙走 走馬功 就是不常見 通常遇到駱駝的話 也可以走西貞 配上槍兵喔 或是 西貞 配火炮 槍兵 或是轉遊俠 或是遊俠要轉槍兵 都是比較常見的西班牙的後期打法 但是這個後期直接轉的馬功是蠻特別的 好 這裡西貞 沒有要回頭的意思 直接選擇拉左 好 這根城堡 被三台巨型都吃 繼續攻城當中 MBL 重裝馬功 還有30秒 三級馬卡 還有30秒 魔子環 也剩下25秒左右了 好 上方的西貞 直接被駱駝給吃掉 重裝駱駝 還是很優勢 好 高者就補了更多的駱駝出來 OK MBL 選擇了馬功 配上 大洛馬的路線 這就有點微妙了 你用洛馬去當坦克 是為了要 打對方戰毛兵 這點能理解 但是洛馬能不能突破禁區打到戰毛兵也是個問題 稻田這邊的處理方式是選擇了戰毛配洛子 那稻田其實也可以打馬功或是強奴物一下 真的很適合 好 第一波大洛馬直接送在駱駝的臉上 但駱駝直接突破了大洛馬的防線 那後方的城堡的關係駱駝死傷速度有點快 這邊往後拉了一下 結果前方的大洛馬又再一次被解密掉 後方馬功努力上了高地繼續輸出 但後方的戰毛幣也是不堪失落 成功反擊了這座高地馬功 好 現在動作馬功升級好 現在來到80滴血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西班牙馬功 確實早見 OK 再來一次好處是呢 西班牙征服者需要套城堡才能產生 馬功的話需要射箭 反正上來說 MBL這裡是沒問題的 問題是要怎麼擋住對方的巨頭去壓制呢 現在西班牙人並沒有轉出火炮 現在巨頭有點難解決 結果是選擇了大拳村民直接往前拉 他用村民去當肉盾 手之巨型投射機 剛剛點了冰工產 對於工程技傷害來說也是稍微高了一些 兩個拳套直接拿起來打 看來要一拳拿上第一台巨型投射機 第二台第三台有機會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後方的城堡一直去射 後方網範子拉過來 戰毛兵往前 馬功不完往前 只是讓季子村民直接無限衝鋒 MBL這一波村民衝鋒打出了一點東西來的感覺 九蛋不多 好村民現在變成標靶 讓洛鎖跟戰毛兵一直打而已 ok 最後兩根城堡又蓋了起來 好這把巨型投射機就繼續往前了 這次的目標是下面城堡 這個城堡移掉 MBL城堡全部都被拿下 好下方這裡想要先派一個城鎮中心 太好了趕快收村 MBL好像沒有發現 好上方有一頭大戰 沒想到又來了 村民繼續往前 村民說你貼到巨型投射機 拿下第一台 村民再繼續過來打架 又要再私下巨型投射機 一概沒問題 後方城堡血量還夠 這次的村民又貼到了 這一次又成功拿下 對於防的三台巨頭 哇 暗兵龍只用村民捨身之術 沒想到還挺能扛的 畢竟戰毛兵傷害只有7點 所以射村民只有3點傷害了 對於遇到對方戰毛 其實不會損失這麼壞事 好 結果這根城堡還是蓋好了 這個PCE還是扛不住 後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現在下面最麻煩是這根城堡拿不下 後方就不能出去偷採礦 MBL也有可能會斷村 上下兩塊新的土地都被倒車給拿下的話 待會就會有斷金的可能 但現在黃金庫城還會牽惡 還是會不夠的 右邊城堡公路重新拿下 附牌巨頭 能夠的擊倒所有的MBL的城堡 好MBL點下印刷技術3攻 黑心路線全部補滿 多多數量來到了34隻 好 這一波感覺DOT有點難打喔 前方下防布衣室讓手勢有點多 前方大陸馬 城堡擋住這個窄口 但這個窄口感受到他擋不住 後面有更多的分力過來招牆 直接包到一些洛鎖 後方馬路超打低昂的時代率有點高 洛鎖震霸速度5點快 但之後洛鎖應該是沒有關係 待會再繼續到一些洛鎖 直接往前撫就行 這坨洛鎖最後果然還是被MBL給擋了下來 後方戰狼兵還在努力輸出 還有馬空後面繼續輸出 那這一坨 DOT是有點損失掉了大量的單位 但是右邊的巨型托斯基也又打倒了 後面的城堡中心跟城堡 右邊的防線快要損失 這邊直接低了木牆過來拉村打架 洛鎖過來趕快防守 這一坨馬空在後面遇到城堡 只能止入不能前行 後方巨頭機被拿下了一座兩座 第二座第三座 第三第四座有機會嗎 OK 覺得有點機會 哇這個可以拿下來 再來一個 巨型托斯基 第四個 哇 優點 哇靠 居然還拿下了 之後四台巨頭順利塞 但是這個洞被打得出來 洞被爆了 洞被爆了 有點危險了 好 後方的馬公 還在高地防守 這裡的打鬥並不是太大的明顯 下面可能是關鍵 要是這裡真的完全失守的話 MBL村民數會下降得非常多 支援量可能會有點跟不太上喔 待會 TZ可能在家裏補一些 再補一些村民 火炮中轉出 火炮趕快 保存好 好 打到了一下 沙頭直接殺進去 就是要把這一坨區給控下來 MBL現在只剩下自己的主導 上下兩邊導 都已經被盜頭給拿走了 但是正面的威力 軍隊數量還是MBL比較多一點 但是只有進攻部隊沒有封城器 遇到城堡就只能 就只能乾燈眼了 OK 班辰亭 到他點下了火炮塔 班辰亭的建築物血量比較多 所以可以看到火炮塔的血量來到3100 非常可怕 希拉直火也是一個很好的防守科技 結果沒想到MBL直接手撕火炮塔 完全不怕火炮塔的傷害 好 哇一炮一個防派巨高 右邊看來是玩完了 空間這個地方還在 僵持當中 後方洛伯手撕一直都很快 這一坨馬空又再次輸出 這一坨洛伯好像有點重掉了一些 好火炮塔被拆了兩桌 我們這些村民看起來也是要沒了 好這手又突然開戰 這裏高達低 看一下 高達低好像擋不住 MBL喔 馬空好像要崩壞了 前面的大洛伯全部死去 下方的戰寶兵 還再繼續串燒 一直串爆你 哇這個季度非常可觀 哇 結果前面的駱駝倒光了 MBL好像又有機會了 有嗎 有機會但不多 聰明書剩78村 還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個下面的火炮塔弓打的也是蠻精彩的 MBL後面大洛馬出了156隻 加上90隻的馬弓 這邊道特是出了186隻的駱駝 加上155隻的戰毛兵 最後呢看來還是轉個槍兵配遊俠 或是槍兵配犀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也說不定 可能比較配西班牙 槍兵配戰 直接打個弱馬也可以 但我是覺得西班牙征服者 後期可能還是要捨棄掉 還是要轉個遊俠 或是轉生旅戰 可能都對於西班牙人後期 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 這邊拿下支援上勝利 食物稍微輸了對手一點 但是支援其他都是贏了一兩千起跳 甚至有四生物的黃金優勢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